回應的問題是如何面對苦難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苦難 面對苦難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深信我無論在順境和健境 神都看著我 而我先求神的國和祂一切幫我 祂會祝福我 這個就會令我們有信心 即是說我有苦難不代表我失去這些東西 但很多人有苦難 神愛我 神愛我 神幫我 這個就是不覺得神真 首先我很堅定相信 我知道的 我有些講道都講到正面神的證據 神很真 神真是幫我們的 神真是祝福我們的 於是我就會用什麼苦難 用神的眼光底 神都是定義祝福的 神是定義幫我們的 所以我就不會怕苦難怎樣 我都想過的 如果有一天我受迫伯 我會說神知道的 在這一陣子他陪著我的 聖經都說了 受迫伯的時候你不用想說什麼 聖靈會教你說什麼 有時可能是疾病 我就會這樣看 如果有一天 疾病真的要上這堂 感謝神 快點見到你了 如果不是 我要祈禱 耶穌改善 如果沒有改善 一路痛苦 我就會說 神啊 多謝你 我在祈禱可以舒服一點 真是這個聖靈同在好好的 真是整個人輕鬆鬆的 他身會舒服一點 感謝神 我也會舒服一點 也有些人受迫伯 他說他被打的時候 他居然痛 這個就是面對苦難 我知道神知道 和神會照顧 我有另一個教導 就是用神的角度體慢 無論苦難 無論什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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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都有祂出路 祂一定會帶領我 那我就走什麼路 去到什麼環境 我都不怕 只要我走神的路 就行了 信教親近祂 遵從祂 祂一定會發祉祝福的 神祖 神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